早安TBS 陳尖快熏腰 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還是要帶您關注這個凱米颱風的動態 其實它在午夜登陸之後呢 強度也下收到了中台 也在今天凌晨的4點20分左右 從桃園新屋來出海 但是帶來的這個風雨啊 依舊是造成了災情 尤其在宜蘭就有整個一樓都被泡在水中 根據《救時報》還有ETtoday的報導 其實宜蘭縣的圓山鄉七賢村的淹水狀況 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水位一度是高達1.5公尺 而且有數十戶的居民是一度受困 甚至還因為沒有電 所以整個晚上就只能躲在屋頂來過夜 而居民現在也質疑說 這個南洋溪的水暴漲後倒灌 這是不是西周的閘門 沒有即時關閉才導致 而水利署有解釋了 說這閘門其實是自動關閉的 而且同時也啟動了六臺的抽水器 現在也希望等到這個雨勢趨緩之後 可以來減輕相關的災情 好 這凱米颱風的確為臺灣帶來非常多的災情 有一些地方也是有出現積淹水的狀況 而統計到目前其實已經釀成了兩死兩百零 醫生也超過三十二萬戶是一度停電的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其實全臺一度是有三十二萬八百一十九戶是沒有電可用的 甚至其實到現在還導致三十人有這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一戶 這個電還沒有復電 而以這個死傷人數來看 在高雄市還有花蓮縣分別就是因為露宿倒塌 還有大樓屋頂的女兒牆掉落 造成有兩名婦女死亡 而且還有一名七歲的男童 目前正在昏迷搶救當中 至於全臺累積的降雨量 從二十三號到今天七泉五天 其實還是很驚人 以宜蘭的太平山來說 就高達一百一千一百七十八毫米 而屏東縣的新馬加有八百四十七毫米 加一線阿里山有七百五十四毫米 即使現在中心已經出海 但是這暴風聲大部分還是籠罩臺灣 所以要提醒您要多加留意 所以今天來說 還是不要出門會比較好 因為以全臺今天大部分都是二十二縣市 都是全部都有放颱風架的 只是在昨天六都中 第一個搶頭箱的就是臺中 但是相較這前一天壓線決定 就回決定的速度可是很快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這臺中市在凱米颱風來襲之前 就提前宣布了停班停課 市長盧秀燕也解釋了 這主要就是因為他看了氣象署的資料 說風雨會達標 而且也考量到市民的安全 所以決定要來停班停課 其實這個決定也是引發爭議 因為相較二十三號 其實一開始是宣布要正常上班上課 但卻在深夜就改變了決策 就引發了評評 所以等到二十四號 也就是昨天下午臺中市 在風雨不大的情況之下 是提前宣布要來停班停課 也再次成為這六都中 第一個宣布要來停班停課的縣市 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接著說帶您看到海巡署現在是被媒體指控 是不是想要來掩蓋真相 根據《就事報》的報導 有媒體點出 這海巡署在中國級快艇翻覆的事件中 好像是理虧 而且試圖要來掩蓋真相 對此其實海巡署也駁斥 強調其實現在整個事件 已經送到檢查機關來調查 而且承諾會透明來處理 更說這取締中國級的三五快艇 是依法律來行政 而且多次召開了記者會 要來澄清事實 希望可以來維持良好的協商的氛圍 而海巡署也說 其實他們都是秉持著人道優先的原則 跟中方來協商 希望可以以和平理性的態度 來處理後世的事宜 也希望可以來化解兩岸之間的敵意 同樣也是這兩岸焦點 這中國大陸跟臺灣喊話 說這個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 是可以跟台胞分享中國式的現代化 怎麼會這樣說 其實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這中國的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就說了 這臺灣同胞可以分享 中國式現代化的這個發展的機遇 但是陸委會就說 這是中共的政治宣傳口號 而且對臺灣人民來說 恐怕不具有說服力 陸委會就說了 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是持續的低迷 而且還有內部問題跟外部的挑戰 強調這臺灣的經濟發展 還有幸福指數 其實都是比中國還要好的 所以陸委會也呼籲這個中共的當局 應該先解決自身 內部的治理難題 同時也要停止這個軍事的擾臺的行為 來促進臺海的和平以及穩定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即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史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注意報告 歡迎收看